好 回來 當然有些網友都猜到我會播關於劑獄的運動的歌 其實我不想播這首 我選了很多 看了很多首 但最後我還是選了這首 因為這首的畫面最好的歌詞 其實這首歌原新上載到YouTube的朋友 都將它下架 有人再將它上載到原創者的戶口 我不會怪原創者上載到第一個 為什麼會下架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但剛才網友說得很對 你是不是又把這首歌按進去 如果是這樣 還有很多首歌要按 你上網看看 很多 是非常荒謬的 網友說算了 人家的年輕人付出了 現在的年輕人都上去大陸了 吃什麼了 事情我們不要看到這麼灰 我覺得 現在就算上去消費的朋友 如果能夠做到 每個人都不上去 堅決和大陸劃清界線 當然在這個運動來說 顯示意志是最堅強的 但是生活要繼續的話 有時候不要對別人要求那麼高 那你就自己做到 甚至乎 大家也太留意了 我沒有批評人家要上去 你自己會得到 你用你的態度 先安好 這個第一 譬如我 我拿回鄉政 我會不會上去 我會上去 你沒有什麼好 說我 但是你覺得 我真的不應該 你不看我的節目 或者你不上去 我會尊重你的 但是我也不覺得 去了外國 或者上去 的人就忘記了 這些事情 人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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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看 我們看教父 阿爾伯仙奴 Michael 這個角色 我們看罪與佛 我們看許民強 我們看很多很多 因為一些挫折 扭曲了自己的人生 甚至是人生觀 或者做的事情 但是 都不能夠否定 好像我們偉大主席所說 不能用後三十年的成績 否定前三十年 都不能否定當日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犯法 就犯法 那麼 是不是 一定要 好像現在的政府 這樣去窮追萬打 犯法 難道不犯法 你看看歷史上 處理這些事情 是會用什麼手法 還有那個所謂犯法 是為什麼會犯法呢 當年七十年代 為什麼要警察 後來 不告他 不拘捕他 為什麼 警察 有特色 就算對那群YP 如果說情況 炸死人 到處炸彈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政治的考量 最難堪的是 現在的特區政府 作為一個政府 現在香港 面對這樣的環境 其實你問我 你有兩件事一定要做 第一 社會一定要大和解 大和解 和政府一定要盡量沒有立場 我覺得很難 因為我們有個爺爺在上面 但是 總是可以做多少事 但是沒有 而且 火上加油 甚至乎 我們看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當日 發展到暴力的出現 是不是處理上面 有些不當呢 我們一說來也沒有什麼意思 我現在有一點回憶 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就算在立國安法之前那一刻 那兩三個月 因為疫情 因為種種 其實那個社會運動大致都很平息 是不是 如果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不是會好些呢 我跟你說 搞定了 搞定了 再不要說 為什麼會有人無緣無故 讓個無藩條例出來 我們能夠 當年2014年 個月三運動 我八三一 都硬食了 是不是 原來你整個 無故又整個 好了 好了,今天有媒體訪問了6月9日在倫敦的集會 兩個朋友,其實不止,我看到德國也有零星,也沒有那麼多人 歐洲各地,台灣都有這些集會 我不知道,去到移民外國,我永遠都是強調 第一件事是安頓好自己的生活,學業,你的營生 令自己快樂 然後當然可以繼續關注香港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我也很恐怕 你說有人會吃人血饅頭,其實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如果這件事真的能夠推進到的,有人會吃人血饅頭就給他吃 有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幾十年後 你 這樣說 國際政治大家看得很清楚 誰會站在你的旁邊 永遠這樣 其實 只不過是在你的利益跟他們結合的時候,他就站在你那邊 不然一定是看詞,很合理正常 如果你不要很好地 對你的營生、對你的行業 或者去融入社會 去投入,我很擔心你幾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就變成另一群民運行士 對這群民運行士 我沒有什麼貶義 大家看見做到什麼 結果 訪問了兩個 在倫敦六九集會現場的二英香港人 一個 兩個都是記者 一個是前記者 在蘋果日報 工作的 不遺現地 另外一個是2019年 入大學 遇上射運 所以決心要加入傳媒 在英國 要加入傳媒的腦 一定可以 難一點 看你自己奮鬥 一定可以的 這位是依小姐 她拿著聲援初選 47人的英文標語指牌 香港駐倫敦經貿辦 外邊同一早說 不表達訴求 她說 為何要站出來呢 因為在自由之地 你都不站出來 那怎麼辦呢 要對得住 還在監獄裡面的人 我看到有人說 你又說要對得住 那樣子 我覺得不用管 其實很多人有這些想法 一個人保護自己 我們不是要指責 一個人保護自己 是指責 為何他可能會受到別人的迫害 要指責迫害者 為何要指責 這些可能會受到別人的迫害的人 為何要指責受害者呢 當然 那些人 如果你說是藍絲五湖架交鎮 就說 那些人可能是最極端的 例如他自己 他把樣子拿出來 但你不能夠要求別人 你也是這樣 好了 他說自己曾經是蘋果日報記者 是2019年6月9日 就在立法會外面發出新聞 12日 休假都主動請英上前線採訪 那612 大家應該記得 就是遵送 即是包圍立法會 所謂包圍立法會 接著就開 長久子大 然後那些人就迫在中信門口 出去打 不斷打 不斷打 如果大家看回那段影片 我覺得真是老謀 好了 他說 那天真是生死一刻 這是中信停車場 這些事情都在目的 他說 五年過去 這個伊小姐就明白 香港已經變成切頭切尾的總統領土 他說他知道很多人要向前走 我以前的朋友 中學同學上司 有些人仍在路獄裏面 他說 所以 就算那些人要向前走 我自己也不會忘記 其實我又想跟你們這班 在自由資地的朋友說 向前走一定 但是是否會代表忘記呢 我真的不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 我對香港人的品性 我對香港人的品性 你只看那些投票率這麼低 你就知道 怎麼會不記得 就是 問心果現在香港的環境是這樣的 你說如果 香港的政府 懂得像英國那樣的懷柔 我更害怕 所以大家也明白 他說 深信 在歷史紅樓底下 香港終於都會淪為中國幾個城市 香港人現在真實的經歷 就是要找方法傳給下一代 在不同的地方 媒介也要繼續保留下來 是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難 當然 每一個人可以做自己能力做到的事情 都是難的 你告訴我 你的小朋友 在外國長大 他如果現在十多歲 他還可能有些記憶 如果現在三幾歲 其實 他會變成一個英國兒子 不要說在那邊出生 當然 在這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的下一代 裡面會不會有些 零零射射 都會很關注香港 是會有的 但是能不能夠成為一個氣候呢 因為他們基本上 就是一個英國人 就是一個加拿大人 就是一個美國人 所以 如果沒有突然的改變 其實香港是會慢慢 飛出的 真的沒有了 我很不想這樣說 但是這是我認知的事實 除非真的有些突然的改變 不要太久 不要再等十年八年 不要再等十年八年 好了 他說現在蘋果網上新聞 都可以找得到 在圖書館 就下架了 所以如果每個人 知道手上有蘋果有PDF 都應該要這樣傳承下去 不是 有卡式一天就會剩下他們的極權版本 我知道有人在做事 關於這一點 他說現在對人生和政治都覺得很悲觀 他說身邊相熟的人都是選擇不上消費 而流港的公務員 警察雖然並非全部有份參與 拘捕47人 或政府的鎮壓行動 但是其實他們都在參與 平和之惡的狀態 是的 這個我也同意 但是 也很無奈 我這樣說 其實 又不只是我們這個民族 有很多事情 比如說韓國人 自己去找書看 其實就是因為去到那一步 於是我們看電影 《熱權公民》那些走出來 其實也是鎮壓 真的很難說 在權力底下 至於剛剛怡英的A小姐 就在2019年是一個 Freshman 剛剛入陣大 他說那時候 都是想著 笨笨笨笨 加入編位 絕點勉力 幫我下手 整個聯論牆 拜下課 他說 但是 2021年當見到《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 《眾新聞》 《相繼倒下》 他就開始覺得 傳媒雖然是被政權取締 但是記者崗位是不會消失的 也有其他獨立媒體 會在其他地方連起勞組 於是他也想出一分明 因為在自由地方 所以他儘量記錄一些事情 拍照也好 寫東西也好 過去兩年《跑新聞》 最深刻的是 有份報導露宿者的法庭新聞 當時深水埗東周街的 毛家姐被稱家當 弱勢社群未能得到社會廣泛關注 在香港傳媒打滾兩三年 最後A小姐去年決定移到英國 他說其實不是香港環境不適合 是23條實施之後 也很有機會 他認為23條實施之後 傳媒也有機會 不過人生想轉個方向 想抽離一下 將來也有機會 想掃錢在英國 修讀傳媒有關的課程 或者在英國 傳媒找到相關的職位 老實說 在現在的情況下 就算你找到一份工 在媒體上 你緊守住 即是那個 不要累到公司 什麼票都好 我是很懷疑 如果你們的老實會 就算到什麼時候 誰看 現在的媒體 這個行業真的很嚴重 今天我的網友 上來和我聊天 關於AI課程 我們會盡快發展 因為現在要拍一些影片 我也覺得很興趣 我覺得我第一說 我會報名 不是說話 正你也會報名 因為我覺得 我們不能說做得很聰明 起碼有掌握 究竟現在人們走到這樣 你看黃銀昏他們那邊 其實是英雄大會 我們很囂張 究竟什麼叫AI都不知道 那真的很不行 好了 所以 我真想說 華為 都叫實事求是 那些小粉紅 我不管 當他們不懂事 有一條糟糕 有一個通文亮 你老母又是瘋了 你有沒有看他 他差不多每一篇都瘋了 你跟黃銀昏分比 他說 他自己的自量 他也不會跟黃銀昏分比 他說 那時華為宣佈 不會再做 不會嘗試做七難米以上 因為都做不到這些 他說 其實 根本是多餘餘 你懂不懂 他說 你根本夠用 我真想說 湯文亮 手機不用進步 他夠用 如果 科技有夠用嗎 不是 我不夠 是不是 你科技有夠用 這件事 你真的懂不懂 你不懂 不要說 你為了保護 好像沈大師一樣 有些東西 不懂就不要說 我真的不懂 但是科技有夠用 我就做簡單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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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瘋了 說真的 人家 已經 都不是很小 就是普通的晶片 以及以前 可能 你去到三納米 可能都很夠 現在人家在說 AI 又是另一件事 來的 我們先買廣告 好 這個禮拜 昨天有些反應 我猜不到 始終是父親節 怎麼說也好 499直板海膽 Whatsapp 4811079 這個禮拜六會到貨 星期日可以和爸爸 一家人 父親節 其實都是受孩子 慶祝而已 下一張 這個禮拜 我不特別說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金鳳王 大家看這個 實物軟帶 真問心 距律賓州有這麼大 你也挺厲害的 我們有5條 黃魚膠 10隻乾包 當年最重要 有湯 還有半隻金鳳王 499 一家人夠吃 四五條 下一張 我們這個禮拜 現在也有的 我們的燕窩 爸爸就未必吃燕窩 有些人說怕養癌 不是癌 癌症 其實燕窩說會養癌症 並非燕窩 而是發燕窩的東西 我不太細講 因為我又不多貨 反正 但是我覺得要把握時機 如果未吃過我們燕窩的朋友 就真的不妨要試一下 268元 好像很貴 你看看我們這些含燕窩 看看我們給你什麼 每個人都賺不住口 如果買6勺 每一勺是238元 好 再去 好 這個就是益生元 現在有些朋友 開始吃益生糖 其實益生糖 含益生元 份量當然不夠益生元 但是就方便 幾十元糖 有二十顆 每天吃一兩顆 那已經可以了 那益生元 399元一盒 598元兩盒 大家買八盒送一盒 全港最便宜的 不用看了 那益生元我們要吃 如果要繼續吃益生菌 一年輔助食利 吃一兩盒益生菌 因為益生元 基本上可以養到 你從食物吸收入益生菌 就不用另外額外 吃益生菌 我們再去 這個我是少說的 但應該熟知的朋友 都知道是我們的 增髮三寶 其實我們增髮產品真的很多 美髮素也有 什麼髮記 最左邊的就是 金合歡洗流水 中間的就是 Alippia的護髮素 這個就不算進去 增髮那裏 但是它令到頭髮很硬 如果那些女生不領 通常會配合這支 增席的護髮素 160元 Alippia 金合歡是190元 還有我們價值300元 Aluvida的髮油 這支髮油是比較準的 但是效果也好 你按摩在頭皮上 然後有些髮油留在頭皮上 一個小時左右 洗頭就可以了 不過我提醒大家 一個星期最多用一次 因為你的頭皮吸收不及 其實我們很多網友都很好效果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些是便宜一點的 也不用適合肚子 起碼 尤其是金合歡 你不脫頭髮都差很遠 下一張 這個就厲害了 是我們這個 HairVision的專業生髮儀器 為什麼我今天要說 因為今天無緣無故約在一起 上來買 HairVision 還有我們有個網友 何女士 我們看一下何女士 何太還是何女士 這個就是before after 大家看到 他直接在 before就是他家裡 拍攝 他在做我們這部相機之前 OK 然後 這張after那張 就是你後面那張 你的那張就是after 就在我們的火場拍攝 很明顯 OK 其實髮量也多了很多 嗯 很多 不是少少 當然還看到頭肉 但是多很多 他這個就沒有做任何事情 就是用 HairVision 我們聽聽他怎樣說 7個月 7個月 何小姐你用了我們這個 HairVision的頭髮機 7個月了 7個月 你今天就回來買過頭 是啊 那我看到你很開心 哈哈 你自己開不開心 開心的 再繼續做 因為我有家族遺傳 可能會慢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是有進展的 是 有家族遺傳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那如果我努力一點 慢慢慢慢做 雖然被人慢一點 但是又進展 哎呀已經很好 是啊 你自己也說 洗頭啊 或者梳頭的時候 都感覺到上面 多了 是嗎 又又又 梳頭的時候看到的 洗完頭 梳起的時候 有些毛毛樹起的 是 而且上面有了一些毛毛 你把牠的顏色 我感覺好像有染深了一點 那整個感覺 那整個感覺 口重了 是 整個感覺又會 視覺上面又會好很多 是 是 繼續加油 多謝多謝 越來越漂亮 多謝 就是做事 不要太少 不要看 多一點會好一點 又不要說 農得好像前小朋友 十多歲那些 那樣 又好像 網上了一些 是 多一點是好一點的 信心大一點的 沒錯 整個人都精神一點 是好一點的 無可否認 好 繼續繼續用一下 好 那你今天就買個頭 你會不會買一買那個保養 買啊 買一買 好 OK 老實講 當然要買就是保養 為甚麼呢 因為保養 額外保養 就是三千元 兩年 兩年 而是給一個頭 你的頭是千百元 即六百元一年 當然買 或者你的頭 你都給錢 OK 保養不是我收的 其實 但是我都覺得 應該要買 要不然你便很不值 你有甚麼事 換個保 買保險都要 好了 其實 何女士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聽節目 你現在用得好 就不用額外其他東西 不過我都會建議你 OK 早上買一枝很便宜 299元 那個何首烏 就好像我買一枝15烏 每天噴 她是堅持噴 一年不夠 她噴夠兩年 結果她的頭髮多到 可能效果慢 何首烏 其實我們網上説 喝下套 會好很多 特別是腎弱 腰骨痛 那些朋友 何首烏都可以幫忙 好了 大家可以 有時間多些 上來支持一下 我其實 今天還在量度 我會不會轉型 但是 所謂的轉型 因為我很要求到經常有變化 因為你一不變化 就會停 做生意很難 但是哪有這麼多生火呢 所以我想轉型 但是轉型 牽涉很多事情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但是 我是否可以在外面做呢 如果在香港做 你問我能否賺到錢 那幾十萬一個月就能賺到 我也覺得能賺到 但是 有沒有必要呢 這麼辛苦 如果在歐洲做 我剛才發現你了 我知道那邊的形勢 我覺得一定會發達 其實已經有人在做 這件事 因為我也是這個人 這樣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 很多 所以藍而次在四方 各位網友 在任何最差的環境 他一定是有些路 讓你走 你不怕辛苦 不用很多錢 我覺得也是實行的 你說是否找到這麼理想 就不知道 但是做生意很簡單 做生意是問我 任何門生意 在最初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生存到 頂得到 一個月 例如你肥肥要兩肥東西 有1萬多2萬元收入 不要下個月要硬 你就糟糕了 你沒有太多硬 那你就能搜 搜下去你就有機會了 可能你有一批好東西 你手也搜不住 過月要外交借錢 跟朋友跑 你跑了幾個月 你腳捲 那到底是做什麼生意 幸好我忍不住想說 但是說好就被人做了 其實這些也不是有什麼神秘的 而是對我來說 任何時候 因為我最喜歡就是買垃圾 外交盤是好的 因為 賣垃圾 是會做 涉及很多人 可能有十幾二十人來做 不斷執貨 賣便宜的 但是這些便宜的 是永遠都是 你現在看看 近年我們看到 做起了的 就是我們在這頭附近的 物理來去福榮街 那間什麼 電子城 那間什麼 陶多多 那類東西 為什麼呢 智脈鬥窮人 但是這些智脈鬥窮人 最過癮就是 好事的時候 都是這麼好生意的 好事的時候 都是這麼好生意的 因為我是一些科目出身的 我最喜歡做這些 但是想想 是不是很難辛苦 要弄一個倉 要弄幾十人 今天我收到的 都不是很多貨總 是2,700多種貨總 2,700多種貨總 都是一部分的 那可能是幾萬種貨總 再計顏色的 嘩 你只是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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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